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大老虎是一只雌虎 老虎进洞讲究是老虎大尾窝 他用尾巴在里面涮了涮 然后他吞进来 此时刻的李逵为母报仇心切 李逵面对着老虎 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危险 他就一个想法 我把老虎得杀死 你吃了我的娘 我就得要你的命 所以李逵把这个坡刀一摆 罩着老虎尾巴底下肛门地方 他使作了平生的一只铺的一刀 就给捅进去了 这劲儿捅得可是猛了一点 也是真大的一点 那坡刀啊 铺圈这么长的刀头 有个护手牌 后边同样长的刀杆 李逵就这一下子 连那护手牌都给捅进去了 扑的一下捅进去之后 这老虎哪受得了啊 嗷的一声这老虎往外一蹿 李逵劲儿大不大 这刀感觉他没抓住 这刀带着就出去了 这老虎蹭的一下出去之后 李逵 啪的一下子 腰刀就弄出来了 弄出了腰刀 李逵一扶身 有大老虎洞里边太出来 李逵再出来 那老虎肚子里边插那么一把破刀 你琢磨得什么滋味 这老虎就在老虎洞下 前村后叫几下子旁边是一个山檐 顺那个山檐 蹭 跳起来 跳到山檐下子 这老虎连摔在刀扎死了 这个老虎死了 李逵一看 好啊 你死了 这算给我娘包了仇了 李逵又一转念 这老虎有两只小老虎 这一只大老虎 这是个公虎还是猛虎 我还不知道 还有没有老虎 李逵拿着刀正往魂下走 向顺山坡往下行 忽然耳畔边 又听见一声呼啸 离着不远 啊 啊 啊 李逵心想 还有一个 李逵戏站着没筋 道 这一只 Когда 并打 旁边 山坡上 又窜起来一只掉星白鹅 班兰蒙虎 这只虎啊 比刚才那只母虎 那个儿还大,这个老虎回来之后一跳到洞前,瞳一眼就看见李逵了,这老虎一看见李逵领前走一台,后走一坐地,奔着李逵就扑过来,李逵往旁边一转身,躲开这只老虎,这老虎的乙步一顺,李逵问,乙步,这乙步扫过去了,这老虎一转身又问李逵来了, 李逵瞧瞧瞧自己的这口刀,李逵心想,这是一口妖刀,显得短了一些,我对付这只老虎可是有点难处,但是李逵想,我一定得把你杀了,如果把你杀了,不能给我老娘报仇,因为他拿不准这两只大老虎是哪只老虎吃的他娘, 这李逵面对着老虎吵着他的功夫,就突然见着老虎,腾空越下,奔着李逵就扑过来,这得说李逵真是喝出去了,这得看胆子,李逵跟那个老虎扑天盖地,就奔他扑过来,李逵这回,一没有朵是二没有闪, 李逵,李逵他突然灵激动,双手把这腰刀一剥,他把这刀往前那么一举,迎着老虎就过来,老虎不这么过来呢,他冲着老虎,这下壳那个地方, 这一刀,不老虎这儿,要是捅准喽,他可就捅上了,捅不准,就让老虎把他给压到底下,李逵也是真急了,就这一刀,望下这一来,正好这刀有打这儿,进去了,扑的一下子,李逵往这老虎的后边跑,老虎呢,是往前面踹, 这一穿的功夫,两戒劲,这刀不但进去了,而且往前面一划,老虎也穿过去了,李逵这老虎的两条后腿也出来了,李逵一挥针,再瞧这老虎躺那儿不动了, 李逵把这刀上的血迹在老虎的皮上蹭了蹭。 李逵心想,还有没有老虎,如果再有老虎,那我就是钻到老虎窝里来了,再听听,没有动静了。 还有没有老虎,还有没有老虎,他自个儿嚷一嗓子,这嗓子在深谷轰鸣,老半天没有动静,李逵在这儿,才浑刀入鞘,想起自己的老娘来了,李逵啊,李逵, 李逵,你是接你老娘上梁山的,结果你没有看管好,让老虎把你老娘给吃了,你是不肖之责。 李逵,他含着眼泪,寻找老娘残断的肢体。 整个两个山坡这一片地方都找遍了,把老太太残断的尸体找到一起,撕扯破了的衣服找到了一起。 然后,李逵呢,把自己包银的这个包,接下来,这银子啊,就在怀里边揣着,把这个包袱皮抖了开,把娘的肢体包了一个包,李逵滴了着,来到那道溪水的跟前。 李逵,李逵,把那香炉也拿着,把剩下的水倒在溪水里吧,滴了着香炉,又环放到那个似水神庙的供桌上。 李逵滴了着老娘的股市,来到这似水神庙的后头,自己用着腰刀,就挖了一个坑,这坑一边挖着。 李逵,李逵自己一边骂,李逵,你不是人,你不是东西,你不是孝子。 坑挖出来了,把老娘这股市放到坑里边,然后把土盖上,有打盘根又挖了一些土,排起了一个坟头。 排起坟头之后,李逵,把这刀往坟前一撮,放声大哭。 娘啊,我对不住你啊,我是不孝之子,您在家里边待得好好的,我把您背出来,老虎把您吃了。 李逵一边哭,一边数到一边数到一边哭,哭极了,悔恨交加自己在坟前,打自己嘴巴子,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逛逵一边哭,打了一阵之后,李逵哭泪了,趴到这个坟上,睡过去。 一觉醒来,东方已经泛出余肚白色,天要亮了,李逵平定平定了情绪。 娘,我走了,我得回梁山,等着儿子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到在这里,把您的骨石骑走,埋在梁山上,给您礼杯啊。 娘,不孝的儿子,李逵,铁牛走了。 啊,孤灯跪下,又哭了一阵,李逵站起身来,跨了腰刀,走下了衣领。 李逵走下衣领的时候,这个才感觉到,自己四肢无力,筋疲力尽,肚腐饥饿。 走着走着,快到衣领根底下,他发现这个道旁边啊,有那么一间房,这间房啊,这天刚亮,那屋子里边还点着灯呢,听见那屋子里边穿出了有人说话的声音。 嗯,李逵心想,这有人家啊,到这人家,要点吃的。 对,李逵来到这房门前,轻轻一推这门,李逵往里一看,好家伙,这屋子里边坐着吃了个人。 干嘛呢?正在这对坐喝酒呢? 李逵心想,他这酒喝的怪啊,天还没亮呢,看来他们那个酒喝了一整宿,嗯,这酒还没完事。 李逵一个那么喝酒,这一探脑子把屋子里边这几位吓一跳,一瞧这大黑脑袋,探进来了,把他们吓一哆嗦,哎,你这掌谁? 哎,我想要点吃的,有吗?我是行怒之人。 啊,行怒的,请进,请进,请进。 李逵迈步就进来了,屋子里边还长着灯光呢。 李逵说天快亮了,你们还点着灯干什么?啊,这还没大亮呢。 呃,这个朋友,你从哪来啊? 呃,我从这个伊岭上边过来的。 在哪来? 在这伊岭上边过来? 伊岭上边过来? 你刚从那上面过来? 啊,真的假的? 真的? 你就那么走下来了? 没碰见老虎吗? 碰见了? 哼哼,碰见老虎,让我把他都杀了。 都杀了? 你杀了几个? 我杀了四只虎。 这跟我旁边有一位站起来,一抱问,哎哟,我说这位大哥,我以为你是哪一位呢? 闹了半天,你是天生下街呀? 你是上街的大仙来的。 哦,我是什么大仙? 你是吹牛大仙。 你家里见了,李亏一听哦,我感觉他不信。 李亏一听哦,我感觉他不信。 你怎么说我是吹牛大仙?你看看,你那不是吹牛大仙吗? 你杀了几个虎? 你杀了四个,我娘咧,那是老虎啊,你要说杀死只毛,我还信。 你杀了死只虎,那个玩意儿我可不信。 这有什么可吹的呢? 昨天晚上,我路过这一铃,我是回老家伴摸老娘的。 结果我老娘被一只老虎给吃了,我一怒之下,端了老虎,杀了两只小老虎,杀了两只大老虎。 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你们不信,那你们跟我走,上那岭上去看看。 我说弟兄们,走走走走,咱们跟着他去叫叫。 好,好家伙,这十了个人跟着李逵,转身上一领了。 这些位,都拿着猎叉,拿着刀,拿着枪,拿着棍棒。 李逵一看,这几位感情都是猎户。 这些位上了一领之后,李逵就领着他们挨个,插开。 洞外边小老虎,洞里边死了个小老虎。 有一只老虎,那坡刀在那身上带着呢,摔死在牙下。 另外,洞外边旁边又有一只大老虎给开了膛了。 你说你看看,这都我杀了。 这些位看完了之后,眼睛都直了。 我娘呢,我说你是怎么杀的? 啊,李逵就把他昨天晚上怎么杀了这四只虎的经过,跟他们讲诉了一遍,把这几个人听得是目瞪口呆呀。 哎呀,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这些日子,这个一领上面闹老虎啊,赏了好多的老百姓啊。 一水县的县天爷,宣伤捉纳,这四只老虎,让我们想什么办法把他逮住。 我们这哥几个啊,愁死了,要一只还好办呢? 这是一拨呀,这四只啊,人家是一个架子。 这一个架子,互相还惯着呢? 你怎么逮呀? 哎呀,我们就在这个闪圈下边啊,什么下桃子,下王子,下架子,那奴抢,那表抢,什么都不行啊。 哎呦,没想到碰见,你,你,你是大仙。 我是吹牛大仙,不是,你是香狐大仙,你是富虎罗海,你听俺们把这个老虎都给处着了,这可了不得了,这可了不得了。 李逵人没别的,你们把这些死虎都收拾了走。 哎呦,对了,我们得上县城里边去清厂家,不过清厂家现在离县城还远啊,我说下边,就是这个曹家庄,曹家庄有个曹太公,这个曹太公是我们这一代的黎正,他这个说了算的大红人家,咱们呢,把这个胡先抬到他家去。 我跟你说,我说小伙子,你这回可就发了猜了,我请问,你鬼姓啊,啊,这里可以别看粗鲁,但是还有点心眼。 为什么有点心眼,李逵还记着呢,他是张榜捉拿的罪犯,不能报真名实行,不能说我是黑学王李逵,李逵呢,还不会自个儿编名,于是他就想起了小时候他们村里边有一个人的名,他把他那名就借过来了。 我,我姓张,我你姓张,姓张,请问太夫怎么成,我,我叫张大胆,张大胆,好,你这个胆子不小,你要胆子小了不能长此四只老虎,好嘞,我扶了你嘞,张大胆啊,好名字。 于是李逵跟着这些个猎户抬着这四只虎,下了一领之后,就购奔曹太公的庄园,倒在这个庄园这儿,先到曹太公的府上。 早晨起来,曹太公正在院子里边诉口,那这伙的猎户这一进来,向曹太公这一禀报,曹太公马上吩咐,把李逵请到大厅之上,先给献茶,然后给献上酒饭,让李逵喝酒,李逵呢,开始先不喝,只是吃顿饭。 李逵这一来,村子里边很快就都传开了,说有一位打虎英雄打死了四只虎,很多老百姓就呼到曹太公这个大门外边,看打虎英雄,其中有一个女的,往里边一瞧李逵,他认出来了,这女的是谁呀,是贾李逵,他媳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